大家好 我们准备把这些自家院子里收集到的干树枝 烧成灰和木炭 然后再把灰和木炭掺在土里种菜 既能当肥料也能灭虫 准备了一筐细树枝也准备了一些粗的 这细的先点火 自家的树枝掉下来的 就是自家采的树枝上面剩下的 这是去年准备好的一直没烧呢 现在把家里多年不用的 秀极斑斑的烧烤炉来烧草木灰 把烧烤的架子都拿出来 把树枝直接放在里面烧 先用一张纸点上火 细树枝很容易就着了 烧的时候尽可能不要放太潮的 太潮的它会崩 还要注意防火 我旁边是放了一桶水 还有水龙头 随时用于灭火 在有风大的时候就不要烧 树枝比较大的字 就放不进去 所以要捡到这个 就是现在农民 或者是农业上面 常说的一个叫生物炭 英文叫 白药汽 现在变成时髦的东西了 就是作为土壤的改性剂 现在的卖呢 就是 专业店里面都有卖 大概 10磅一袋 40美元左右 这么贵 那就是说一磅 那还不如自己烧呢 一磅就是 4美元 那问题就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蛋壳也可以去烧一烧 就是 烧过了以后呢 蛋壳里面主要是 主要是盖 盖制的东西多 便烧便听听老公 科普一下 我先说一下那个生物炭 就是为什么时髦了 就是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我们有两次 石油危机 那么第1次 石油危机 是 是 70年代 那当时呢 为了这个解决这个 石油 资源的这个贫乏 所以呢就搞了这个 生物质能源 那主要就是用 生物质来做 做这个 乙醇 那么 后面呢 石油危机过去了以后呢 生物质能源的研究就停下来了 就政府也不自助了 所以大部分人呢 都转行了 做别的 那么 另外一次石油危机呢 就是 能源危机 也不叫石油危机 就叫能源危机 就是 十几年前 发生了 那么政府也是拿出大 大笔的钱来资助这个生物质能源的那个研究 主要是想呢 把这个木材 或者呢 草本 生物质呢 转成 乙醇 这是一个方向 那么还有一个方向呢 就是 把它转成 转成另外一个 方向 另外一个 方向呢 就是把它 用热解的办法呢 把这个 木材呢 放在热解炉里面 高温 高温去热解 当然它不是 不是用烧火的办法 它就是在这个 缺氧的情况之下 去热解 高温 那么 高温 高温呢 就会产生 很大的一个 变化 就是 第1个生物 叫做 Bio gas 就是生物这个 气体 那是可燃的 所以呢 那个呢 可以气化 气化下来以后呢 可以当燃料的 那么 那么还 还一部分呢 是这个液体的 叫 叫白 Oil 就是黑色的这个 液体状的 就流出来了 那么 白Oil呢 这个成分和 地底下石油的这个成分 类似 实际上呢 就是说石油 就是 这个 黑色的 流出来的 这个 叫 白Oil 白Oil呢 当时的想法呢 就是说 添加到这个石油里面 那么 这个炼油厂呢 就把它 炼成 炼成我们 通常所说的这个 汽油或者柴油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跟 石油的这个类似的 那么 烧不掉的 就是刚刚才所说的 一个是产生了一个气 一个产生了一个 黑色的油 那么 还有部分呢 是 不叫烧了 就是说它这个 它又产生不了 不能变成气 也不能半成这个 液体的油 那么剩下的 就叫这个 像黑黑的 这个固体的东西 就叫 白药恰 那么白药恰呢 就是为了这个 为了应用的话 所以呢 很多科学家就研究 特别是农业方面的 就是说 白药恰能不能 把它作为一个 土壤改性剂 所以呢 过去的十来年里面 这方面研究 非常的多 所以现在白药恰 我刚才说了 白药恰就是 叫生物碳 那么生物碳呢 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 这个 就是 副产物 没什么用 因为它已经是 没有什么价值 这个 好用了 所以呢 这个生物碳的话呢 就是 农业专家去做研究 看能不能作为生物的 这个 作为一个 田的 这个 土壤的改性剂 所以 兴起了很多这个研究 那么发现呢 就是 这个生物碳呢 很有好处 因为 它这个 可以改善这个 土壤的 这个 环境 虽然它不是 这个 化肥 因为 我们刚才说了 是这个 完全烧完的东西 可能有化学成分 这个 就是 植物生长的 可以当化肥来用 但是呢 假如是碳 它实际上呢 里面没有多少这个 可可用的东西 但是呢 它因为它是一个高孔析度的这个材料 可以灭虫啊 呃 一个是可以灭虫 另外一个它的主要是呢 主要的作用 主要作用呢 它就说它这个是 给这个 啊 bacterial 就是说我们那个 卫生物呢 提供一个这个 温床 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呢 它会这个 这个 聚集的比较多 我刚才说的生物碳呢 我说是这个 生物质能源 制造过程当中的 副产品 但是呢 生物质能源呢 美国呢 这个发现 生物质能源 又冷下了 因为呢 这个盐被盐 这技术呢 使美国呢 这个 石油 还可以出口 就是自己够用了 所以还可以出口 所以又导致了美国的这个 呃 生物质能源的研究呢 就就 几乎就停顿了 做做的现在就很少 政府也拿不到钱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 有些公司呢 有些小公司呢 就是 变成了一个 就是为了 为了生产 这个 生物碳 而来生产生物碳 就是他为了这个农业 因为农业已经 觉得是个好东西 所以他就 现在开始呢 有些公司 去专门在生产 这个东西 今天 这个要产生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今天呢 想收获两种东西 一部分呢 是没有完全完全 烧的 这个碳 这个 这个碳呢 作为土壤改善剂呢 他加到这个土壤里面以后 他会变成一个固碳的这个物质 因为他很难分解 就是几乎呢 放在地里面 这个碳变成一个永久性的 就是固定下来 否则的话呢 你要是完全烧了 就变成二氧化碳 又回到这个大气了 你现在不是二氧化碳 不是太多了吗 所以呢 固碳也是这个 生物碳 这个应用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有一部分就是 完全烧完了 完全烧完了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变成了我们说 英文叫ash 中文呢 我们就叫草木灰 反正草呀 或者木头烧成了灰 那么 有一部分呢 可能是成碳 那么成碳 碳有碳的用处 这个草木灰有草木灰的用途 已经烧出了不少木炭了 把红薯包包 用锡纸包一下 放在里面烤 这个给它放在这个侧面 红薯熟了没有 在边上 一直在这里面 不仅是熟了 搞不好 过了 不会 没有多少时间 都淋油了 嘿嘿 这个 浇灭 把它浇灭 它已经没有明火了 没有明火了就把它浇灭 浇灭以后 它这个 就变成碳了 留下一部分是碳 那么 白色的 这是粉 粉末状的 就是那个草木灰 黑的就是碳 黑块状的碳 把它砸碎作为添加剂 下期视频 再来介绍 怎么 怎么将到这个图里 碳的科学 比较复杂 简单来说 我们这些业余农民要那么多知识干什么 碳材料太复杂了 最贵的是 钻石 它就 纯粹的碳 纳米材料 也是碳作的 现在很多纳米材料都碳作 吃上了香喷喷的烤红薯 又得到了许多草木灰和木炭 收获满满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再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